现在我已经买了这种大黑垃圾袋 然后把一个椅子倒过来 把它套在椅子上面 然后接下来要先收 比较不常穿的衣服 所以会是洋装区 衬衫区 还有下面的裤子区 开始啰 我现在断舍离这些衣服的时候 就很难想像我要再养一次婴儿 婴儿就会穿这种开金的小衣服 百感交集 再过两天我们就要搬走了 想要现在录一点画 做一个纪念 这个房子我们已经住了12年了 当初是我自己在PTT上面找到 然后我们教会一个小组的姐妹也看到同一间 然后又再传给我 说会很适合我 因为我想要开火煮东西 那个时候我就把它当作一个神的记号 就是他指引我要来住 现在这个地方 这样一住就住了12年 中间还经历了交往 结婚 生子 我不需要什么大衣柜或者鞋柜 但是我需要一个很大的客厅 跟餐厅的空间 但因为我很想要在这边接待朋友跟学生 之前疫情的那两年 学生有时候会来我们家上课 就一来就是十几个人 男生在客厅 然后女生在餐厅 这样才够 然后我们几乎所有的家具都是以前的室友们留下来的 之前的沙发很窄 而且还破了几个大洞 大概是两年前有一个朋友要搬家 就把旧的沙发卖给我们 我就花了3000块加上1000块 请Lalamove 运来我们现在这个家 就一个大的L型沙发 我公婆来家里的时候坐起来就会比较舒服 有时候我们会邀请一些快要结婚的 年轻夫妻来家里聊聊天 大概四个人坐在这边也是一个很舒服的距离跟宽度 比较没有 那么局促 然后旁边这个空间 这个白色的地点 有时候会有一些学生来我们家学英文或学画画 然后需要写作业的时候我们就移到后面的餐桌去 然后我在 在厨房煮东西 也可以就端过来餐厅吃 另外还有三个很大很大的房间可以使用 我觉得公寓虽然 要爬楼梯 要自己倒垃圾很不方便 可是里面的空间很大 很适合养 第一个孩子 但是到了现在有第二个孩子的话 爬楼梯跟倒垃圾就变成一个苦差事 我现在年纪已经40岁 也没有办法 像年轻的时候那样 好像住在这里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在身体上的限制就越来越多了 的确是到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需要换房子的时候 这一次的搬家 我就没有办法 像年轻的时候一样 一次只要搬一个房间 就请朋友来帮忙打包搬运 这一次要搬的是一整个家 而且已经住了十几年 我就打算直接花钱请 搬家公司来处理 来打包来搬运 这个时候就是要让钱 来为我们效力的时候 能让钱解决的问题都是 小问题 要说什么 谢谢 谢谢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欧姆蛋 欧姆蛋 你今年几岁啊 两岁 两岁 你最喜欢玩什么 我喜欢躲猫猫 躲猫猫啊 两台车 耶 你没有看到你了 拿低一点 现在客厅已经 把书柜都进空了 然后今天晚上我要来整理这些衣服 然后欧姆蛋的玩具 也几乎都装箱了 我师傅现在正在客厅一区 一个人处理客厅 然后 主卧的书柜也进空了 然后这个因为晚上我们还要睡 所以先留着 晚一点来整理书柜 跟旁边架子上面的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师傅是在中间房间 我们堆杂物的地方 来整理这中间房间所有的杂物 这位师傅是在 整理厨房的东西 带了纸箱 还有这些房状的器具 最后一间房间 小孩房 哇 床已经包膜了 这是母蛋睡的单人床 师傅有准备了包膜 他的宝宝摄影机 他的玩具柜书柜 衣柜 也是这样直接包膜整个搬过去 一些杂物用黑垃圾袋来装 然后明天师傅会把这个 钉墙的 房子小书柜拆下来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打包 好了的样子 这个是我们旧家的客厅 我们的橄榄树 然后剩下的纸箱 然后还有垃圾袋 这个鞋柜 像这种柜体的 都已经封膜了 看到这些是 全家的杂物 装进来了 这个是我以前画的抽象画 是一幅油画 看得出来是什么吗 这幅抽象画画的是 屈膝祷告的女子 这是脊椎骨 是背 大腿 手 头发 胸部 这是一个 无助的祷告的一个女性 大概 六七年前画的 然后餐椅 餐椅是我结婚的时候 六个椅子 学生家长和颂的 桌子也清空了 剩下 今天晚上跟明天早上 欧姆丹要喝的奶 那我的奶粉刚好剩下 我们以前外出的时候都会带这样 一颗一颗的 然后一些收纳的袋子 不知道明天还有什么要收我 所以我先留一捆 在这里 然后牙膏牙刷 今天晚上跟明天早上还要刷牙 那有姐妹问过我 这个学习凳 好用吗 我觉得除非你们家是干湿分离的厕所 不然我们家是没有干湿分离的 就木头会很容易潮湿 而且其实它非常重 我觉得 可以不用买 踩在一般的椅子上 或凳子上就可以了 这个尿布垫 我之后可能会拿来 放别的 还在想 如果去泰国玩的时候买的话 泰国很多艺朗 你看我刚讲的 就是小朋友踩在这种小板凳上面就可以了 不用特地买一个 学习凳 旁边有擦手布 好 哈喽 来 这边 你进来照个镜子 擦手手 嗨 你要不要打招呼啊 不要 好 没关系 恭喜你获得 两片冰箱 鼓里鼓里 鼓里鼓里 开开手 冰箱还可以放东西 因为我刚刚说要送给房东 所以现在东西还冰在里面 还不用急着 把它进空 然后我们没有特别给小孩买什么 没有特别给小孩 你要说什么 我们没有特别给小孩买什么米饼 我们就是买这种 很便宜的 营养口粮 可以吃就好了啦 重点是她喜欢啃 嗯 她喜欢啃 她可以练她的牙齿 你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啊 我们要搬家了 所以 家里变成这样 你有觉得很奇怪吗 有 有喔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什么事 你不在乎 we are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this old place goodbye everything goodbye we are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we are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we are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这个欧牡丹的房间也清空了 我现在在扫地 百感交集 因为那个时候 他花了好多时间给他铺地板啊 汽油漆布置丁层板啊 买窗帘 然后 布置他的墙壁上的poster 这个小房子 书柜也拆掉了 我扫完地以后 就要坐捷运去新家了 这个靠前吧 好 因为宝贝要放很多小东西 对 放都掉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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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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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去看欧姆蛋的房间 欧姆蛋的房间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了 其实这个还没有钉墙 因为还没有到最后的位置确定 先不钉 然后这边她的床 她的窗帘我帮她装上去了 有灰的跟蓝的各一个 跟她床的色系是一样 灰的跟蓝的 宝宝宝摄影机 然后这一幅画 放在这里 也是还没有买衣柜 所以她的衣柜还是用这些箱子来装 她的儿童版的属灵军装的海报 还有她的床边小书柜 一起帮她摆好了 地上这一块 宝宝发行垫 是她刚出生的时候 姐妹送的 这一块觉得非常好用 她有两面不同的图案 然后很轻 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带着 免得她在房间冲来冲去 就会跌倒 就这个墊子很神奇 她不管到哪一个空间 都有她发挥的用途 我说这又是一起建造家庭的美好 对啊 同心合力的完成一件事情 对啊 还可以固定 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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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